是的 主播今天凌晨三点左右 一位男子骑着一步重行机车 沿着新北的重新路五段 往新庄方向行驶 然后不慎插撞中央分隔岛发生自衰 警方获报之后立即派远前往处理 发现该名男子有酒驾情形 由于衰得非常严重 因此先将男子送医 但是回天乏术在凌晨四点八分 宣告不致死亡 而事故现场由警方一规定 测回记录详细的造势原因 仍有待厘清 以上主播